一项调查发现 约三成本地员工预计四天工作制将在五年内成为新常态 约两成员工表示 他们的雇主目前已提供四天工作制 受访的雇主指出 四天工作制属于灵活工作安排的一部分 有助满足员工需求 但并不是每个行业都能推行的 记者李仪华报道 54岁的胡安妮塔在康盛医疗中心担任服务大使 一周工作四天 每天12小时 康盛医疗今年推出四天工作制的服务大使工作岗位 除了应付中心的人力需求 也让员工享有更灵活的工作安排 这家餐饮集团却认为 如果推行四天工作制 员工得延长在厨房等高压地点工作的时间 恐怕行不通 餐饮业者表示 有需要的员工可要求一个星期只做36个小时或20个小时 更好地兼顾家庭和工作 不过这只占总员工数量的约2% 展开调查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ADP认为 酒店业是适合推行四天工作制的行业之一 公司表示在本地提供四天工作制的多数雇主 一周44小时的工作时间维持不变 员工一天工作约12个小时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